嗨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个大学朋友 我们把他约出来一起去吃饭 我跟这个大学朋友应该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见了 他应该也是两年的时间没有见 我们应该是从2019年的寒假放假回来 然后因为疫情就一直没有办法约见面等等的 那这次就想把他约出来一起吃个饭叙叙旧 其实我还挺好奇他这两年都过得怎么样的啦 因为他跟他男朋友都是异地恋 他男朋友是中国人然后他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 两个人是长期分开了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不过我看他的story等等感觉好像还挺ok的啦 你觉得有点联络吗 对啊不会讲因为距离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 渐行渐远就会出现到有景 没有啦我是觉得下大雨了大家小心开车 这里是一个反面教材 他好像现在是在读研的 所以就可能了解一下他的研究生啊 然后主要还是要八卦一下他的感情生活 因为其实我很好奇两年多不同国籍的人在一起交往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有文化差异等等 那现在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一个疫情的远距离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很好奇他们最终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 这是她吗 这是她吗 哎呀这漂亮的女人是谁呀 摄影师 是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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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好奇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她其实是好奇你的感情生活 一来就问这样没感到 前几年我们才刚度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时候 怎么讲呢 就是我觉得我整段恋情他们就是一个曲线 非常曲的就是 比如说就是到刚开始我们EDLEN的时候其实是还好 因为我们觉得未知嘛 可能一下子第二天就可以飞了什么 所以那时候是还好 然后过后就经历比较艰难 就是我们觉得很痛苦 就是因为因为不懂什么说的 而且第二点就是我们因为EDLEN 暴露了我们的性格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也是有一部分就是可能EDLEN 放大了我们之间的那种情绪 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因为 呃我们当时候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方有对对方不满 我们是可以立刻去找到对方 然后去解决这些 但是EDLEN就不能了 只能在电话里面解决 所以就可能有些矛盾就很难去吸收掉它 因为我们没有另外一种方法解决 所以就是在调试的过程 你们以前在北京约会的是什么 我今天觉得回忆这件事情哦 没有被忘记哦 看电影 看电影 盘假的时候我都会去他家住 然后当时也在飞厅嘛 所以其实要去也是很方便啦 虽然是地铁可能 而且我客也不会很买嘛 所以我有时候会去他家那边住 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去丁城 去他家附近看一张电影 所以取而代之最近的都是 视讯 视讯 彼此交代 最近都做了什么东西 今天都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要走的第五个阶段 OK 现在已经 一共有几个阶段 第四个 有五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大吵一架后 那时候是因为什么事情吵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 心灵城市的交流了 因为首先他不太想聊这些 他本来就是一个大指南 他觉得聊这种很 有点像胡思乱想 或者是矫情的一部分 我就本身是那种想比较多的人 所以我就会 一直自己想 然后自己又消化不了 最后就爆发 然后爆发过后 他反而就愿意跟我开始聊 他对这段感情的看法 就是因为这样沟通 所以他是 就是会拒绝去 怎么讲 去做一些心灵上的 深入的交谈 他会觉得很矫情 可是要等到你爆发了之后 他才觉得 是时候谈谈了 我觉得是跟他性格有关 因为他本来就 他对这感情就是这样的看法 然后他以为我也会这样想 所以他就觉得不用一直在 一直在反复的去说明 然后但是我又是那种 比较需要言语上的肯定的人 然后我就会一直纠结 所以那时候大草 他才愿意就是 再跟我讲一讲他 对这个感情看法 我就释怀了 因为他有认可我在这段时期的委屈 在经历异地恋的时候 感情已经相对比较平稳了吧 都一年多 其实很好 那时候是热恋期 因为我们一直在经历不同的事 就是不同的经历 还在一直在经历 比如我们一起旅行啊 他是一直很新鲜的东西 一直在加温 对对对 加热加热 所以那时候还算是有热度了 还没有到很平稳 所以现在之所以平稳 是因为没有办法去加温 去去 没有时间 也不知道你们干嘛 我也是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因为这个疫情 我是异地烈的那个 会怎么 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式 我们想说如果你在 你这里遇到喜欢的人 你就跟对方讲一声就好 这是我的公式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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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经常这样给人家强调 所以就是 我觉得也是走到现在的原因吧 就是我们没有很 至少我没有很强求 这段一地恋的结局 我反而能够 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 才正式就是 才能应对这个一地恋 就先过好自己啦 你们上身 升华了一下 这会不会给那种 一地恋一些建议什么 不要啦 不要看一地恋 我印象中你 2019年的时候 他就跟你一起回来 这边旅行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就成了 我可能大学毕业以后 我们就要结婚 嗯 当时是没有想到这一步 但是也没有想过 要分开这个 反正就是 也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就觉得 会一直在一起 结婚 可能也是结婚吧 是迟早的事情 那时候是认定的 就是讲到还没有 就是那时候结婚 对我来讲 有没有这样可怕 我是没有 虽然他是有 他有 他都懂 因为他年纪也到了 然后他身边的朋友都影响 然后他就觉得该结婚 然后可是 就是因为异地恋我才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但是也可能也是因为异地恋太痛苦 所以要用这种目标 还是梦想去支撑异地恋的痛苦 我以为会是 以前本来想结婚 然后因为异地恋分开太久 所以就不想结婚 就是一直在变化 之前是有 现在其实就是看开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所以你们现在对感情的观点就是先谈着咯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老初四七 是比我更坚定的 我是那个摇摆比较多的人 我可以feel到 那时候他来旅行 就来见你的家长等等这些 会那个时候的你会 也是没有认定要结婚 嗯 没有 因为其实他来见我家长 他不是算见家长 只是你来到一个国家 既然都到了你就打个招呼咯 就这样 他其实NAS也很害怕很惶恐 对对对 他那天真的是 是不是要帮他踩离去 那天 那天咯 因为我们刚好我们逛完KLCC跟Joey他们 然后关了 接不到叫不到车 他就那边很紧张 因为他怕迟到 嗯 紧张了然后就 结果到了后发现我们不是最迟 哈哈哈 所以他当天就吃肉骨茶 他也不记得他吃了什么 然后他回家过来讲他饿了 嗯 因为他讲他听不到我 他听不到我爸讲什么 因为我爸讲话很快 然后我们用那种马来西亚枪 他就这样一直叫 哈哈哈 他在那边点头点头点头 中国男生会比较难交往吗 讲真话吗 讲真话啦 毕竟我们是有文化差异的啊 我可以理解啊 讲真话吗 我看过我班上的男生 很大男人主义的那种 是吼 嗯 他会 是可以问他北方南方 没有地狱骑士的意思 我们可以逼掉 我好像有遇到 就是 学长 真的还挺 还挺大男人的 是的 我那个中国的男生朋友 我看过他是 在班上 他要他坐在里面 他要出那个座位 他出不到 嗯 然后他女朋友坐在他的旁边 他叫他进去 他女朋友没有听到 他骂他女朋友 怎么骂 他就很发脾气 这样就要推啊 还是怎样啊 然后他女朋友讲 你干嘛啊 我这样让你进去 你不进去什么 然后就 他就生气了 然后就走掉 我没有听到啊 然后他有一次同一对情侣 嗯 他在电梯口 然后 他叫他的 他叫他的女朋友 帮他从 bag 里面拿power bag 嗯 然后他这样 他女朋友就找找找 找不到嘛 哎呀在哪儿啊 就就好像有点 烦了 就有点着急了 然后他就想 然后他男朋友就撇一眼 看到我们旁边有人 他就讲 嗯 你要找就好好找 你急什么急啊 是不是把你惯坏了 这样 然后他女朋友好尴尬 他就看了我们也笑笑笑 这我觉得就是差异哦 嗯 就是对于 如果是讲北方人也讲 像老叔 他讲话的方式 他真的觉得没有什么 他没有恶意 我有跟他分析过 就是这样子的 对他讲 我们那里讲话就是这样的啊 我问大家就是 你有病啊 这种是很普遍的东西 你是不是有病 就是这种话 嗯 可是我这种脆弱 你知道吗 而且可以讲 几乎 交往过的人 没有这样子讲过我 就我觉得 嗯 我觉得他用词很严重 可是他觉得其实还好 以前你们在交往的时候 就会有这方面的差异啊 哦 有啊 只是那种热恋期 其实我就还好 有所谓啦 但我也会跟他说啦 有时候 我受不了的时候 我会跟他直讲 他也是造就了我一个敢讲的性格 因为我以前是 不敢去 只点出人家的不好 但是他 他其实有影响我这一点 所以我就很 比较敢直言 如果是有什么 很不喜欢的地方 我也不会说委屈自己什么 所以你跟老叔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觉得哪一些经历是你觉得 我以前跟马来西亚男生 谈恋爱是没有了 他经济上蛮帮到我的 这样算吗 这我以前没有过 怎么这么现实的吗 那你讲以前没有过吗 首先就是那个咯 那个直话直说那一点 嗯哼 我还是觉得 帮别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是 会让自己心情很好的一种方式 很抛爽 对因为他不用 不具象 对他不会锁着自己的感受 也不会讲说 牺牲自己的成全对方 就是那种 就我自己本身我会 哎呀如果别人可以方便 那我牺牲一点我也没关系咯 但是他不会呀 他就觉得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就比如说 我们两个人感情 比如说 他这样子讲话 我这样子我接受不到 然后我就会忍住 他讲为什么要忍 你就讲出来就好了 虽然我也不会改 但是他讲他不用 他不用我做什么牺牲 也不用我做什么改变 你们两个人相处是 你在顺应他的 怎么讲 他的习惯 一开始是 可是过后 其实就很少了 因为我都会 试着讲出来 两个都在 他也在试着 不要这么直接 没有 但是我讲出来 我其实爽了啦 所以咯 我可以生气 我可以因为这件事发脾气 我以前觉得 因为这件事发脾气 我会很内疚 那我现在就是 不会 他其实也不会这样 重点就是他 其实也不觉得我 他也不在意 对他不在意的东西了 他不会觉得你一直发脾气 是很任性的一个 这个 启动啊 这样子 这也不能这样说 我知道你参考都很难 好难哦 好难哦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他改变了我以前觉得 要牺牲小我完成别人那种 有时候不必要的牺牲 就好像委屈自己的到那种程度 他觉得没有必要 有时候 你有什么 你就先以你的感觉出发 你先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 你再考虑别人 但是他给我另外一种的那种 行为模式 因为本来就是那种 我不懂我从小就是被教育就是 要体谅人 对对对对 要给人方便 也不是鼓励大家 所以其实他的文化是跟我很多冲突的 所以你们 在一体练的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靠什么样的东西再维持这段段时间 沟通啊还是 就是 不是说每天见面打电话而已 就是我们要 有 像我之前讲的 就是第四节段我很难受很难受 我就选择爆发出来 如果他那时候没有接下来我们就完了 可是他愿意接下来 那就是很有效的沟通 我觉得用朋友的行为模式相处 会让一点点舒服一点 因为情侣我会要求他更多东西 但是朋友我就不会 我就会 我希望我朋友好 我也不用他给我什么 所以我觉得 退一步啊 算是退一步 没有这么多的限制 觉得男朋友你就应该 这样子 你没有对他有期望 因为你会有 情侣一定会对你的另一半有一些 梦幻的还是什么期望的 我是这样觉得 但是如果退回朋友 我觉得 我会舒服一点 会一直讲说 很压力 因为我要给对方什么 还是对方要我给他什么 所以 你们之间是不会有 猜疑啊 不信任的这种东西 虽然彼此都在说我们有很多人在等着追求我 但是从来没有因为担心对方跟谁跑掉过去争吵 有过吗 嗯 不会担心 就其实 以前会啦 可是到现在其实就是 嗯 我不懂欸 我其实最近还蛮希望他有找到一个人照顾他 嗯 因为他最近过得还蛮 蛮压力的 对 我至少还有家人在 对有时候 他经历事情的时候 我不在的时候我还蛮 希望有人陪他 其实不是我 他会在他很压力的时候 主动联系你 希望你透过 不会 他希望自己消化 所以有时候有些矛盾也是出现在这里 因为他不跟我说 我就觉得 他没有再重视我 这也是我 对我们那些差异的地方 你是属于那种 有什么问题讲出来 我希望对方可以帮我分担情绪的人 嗯 我是 我也是这种人 我是 我需要人家情愫 我需要他要接纳我的情绪 或者说他认同我的情绪 嗯 对 我不交情吧 你说我也挺交情的 我觉得 虽然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 怎么讲 我也可以消化这个情绪 但是我就会很希望 我男朋友可以在 然后我讲给他听 虽然他帮不上忙 嗯 但是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听 这样子 像你男朋友 你跟他倾诉的时候 他会 他不会给你意见 对吗 他给你意见 你会不会不爽 会 老师就是很爱给我意见的人 你先听我讲 对对 他就是觉得 我要他给我解决方法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 嗯 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我跟他讲 他反驳我 然后我就不想讲 然后就变成 我就不沟通 然后就大爆发 所以后来你有跟他讲 其实你是希望他认同你的情绪 嗯 但是他 他还是觉得我不需要认同你的情绪 他不理解我 他不理解这个点 可以讲吗 所以你觉得你们这段关系 他做的 他做的 改变 他做的变化 嗯 就你是在顺应他的模式 嗯 那他有没有改变 他他 你觉得他对这段感情 受你影响做的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他有变比较耐心 有啦 真的有啦 而且他还有尝试就是 用我希望的方法 鸿我 对你现在会因为 分开太久太痛苦 然后你会觉得 当 这个疫情结束了 所谓的熬过异地恋了之后 你就会马上奔赴 然后就会 结婚 就是 结婚 对 你会想要快点去 实现这段感情 他该有的结局 哈哈 这个问题哦 我在 你如果你在早几个月问我啊 我可能会讲 是我可能就直接跟他结婚了 但你到现在问我 我的 就是 我的答案是不确定 不一定 为什么 我不一定走到结局 甚至 因为 嗯 我在这个疫情 我问过很多人的意见 因为我想 知道 他们怎么应对的这样 然后 我二姐是经历一个很长的异地恋 他就跟我讲 你不要抱异地恋以后的生活 太高的希望 因为跟你想象的是很大差别的 但也不是说不好的结局 就是可能你想象更美好 但是 其实他也不会实现 所以你就抱着 可能不会实现的 心态 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他就是一个惊心 嗯 他不实现了他好像也在意料之中 对对对对 我现在是觉得说 我们这段一定恋 就算结束了 我们可能也不会很完美的走到结局 因为我觉得 这世界就充满不确定 我们可能在一起的话 我们有更多问题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在一起 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一定恋的话 可能已经分手了啦 那也不一定啊 但是我不会想抱着 一定会走 嗯 因为永远不会分手 这样子 我觉得就算不是异地恋 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可以 可以走到结婚的这个地步啦 异地恋的话不确定性就更有了 因为其实蛮多人像 很多人都会讲 熬过了就是 一辈子 对 这些都是美化的东西来的 哪里有这样子的呢 就觉得不会说熬过HC一辈子 但是如果能熬过这一段恋情 我觉得 是我蛮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如果让你凭 一到十 你这段两年这段异地恋的期间 一到十的痛苦程度 你会给几个?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 我觉得大概是六吧 其实也是五啦 我没有很痛苦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日常 它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 还是 嗯 可能我最近很快乐 很难聊是不是 所以你最近 你最近 你最近 才变成五 如果是还在 两个星期前 我在找 两个星期约你的话 大概九十 对 那时候是就是很痛苦的想结束 但是 过了过后我就会 所以你是可能 累积累积累积 可能个半年 爆发一次 然后就OK了 进入Face 2 然后又再爆发一次 然后又在Face 3 当然没有时间的那个 没有明确的时间段 不会讲时长什么 但是就是我们两个 经历的事情 不一样导致的 嗯 比如说我实习 或者他忙 工作 如果我们两个都很忙 我们就不会对这个感情 会有什么 但如果我很闲 他很忙 然后就会 你不要理我 对对对 我就很孤独 然后就可能 把这些孤独感 发泄在他身上 其实有的时候 谈恋爱就是 不是没有你了就不行 嗯 但是有了你会更好 两个人的爱情 就是两个人交往 不管是不是异地恋都好 都好像刚才我讲那句话 不是我的生活不是没有你 不是非你不可 但是我希望有了你会更好 这样子 所以我包括我自己也是会跟 我也是会很依赖对方那种人 但是我会希望 我们两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然后适当的时候 我们交集在一起的时候 是可以很好的 然后今天我们实在相处不下去 我们分开 也不会因为 我们两个人之间 牺牲了太多东西 结果连自己的生活 都没有办法处理好这样子 所以其实一段恋情的长短 就跟异地恋五关 是 有人不是异地恋 他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分手啊 你要也有人 也可以走过异地恋 这样你姐姐不是就是 他走过了 嗯 所以啊 所以啊 你可以做你们 可以做你们增加第二个 走过异地恋的那个 我对走过这件事没有很在意啦 我是希望 走好 能够 他是那个人吧 如果他是那个人 走过 走过天雅海角我都可以 对啊 走不走过不重要 最重要是要走好现在的 现在的相处的模式 吃吧吃吧 你觉得马来西亚男生的优点是什么 哇 讲真话吗 我遇到了 说话 嗯 因为我不是保证每一个嘛 但是如果遇到 大部分是这样 应该差不多了 就是真的很贴心 有安全感吧 有安全感吧 我也讲一遍 也不是讲老师没有安全感 快点圆回来 我守 Hogwarts 果然 协胖 他们带了 露燃 病 Ums